从2021年12月3日开通至今 中老铁路已运行满三年 在中老铁路位于云南省普尔市宁尔县的宁尔站附近 有一个轨道作业车CS店 三年来,他承担着中老铁路上9种轨道作业车车型的制动系统 电气系统等全流程检修任务 守护着中老铁路轨道作业车的安全 轨道作业车是铁路维修保养、施工检修、应急抢险的主要交通工具 是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的有效保障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三年来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从强化生产生活后勤保障 提升人员素质、强化设备质量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着手 形成及规范、整顿、清洁、安全为一体的轨道作业车CS店 以往轨道作业车都要送到昆明进行检修 考虑到中老铁路末万段车辆检修的时效性 我们专门在宁岸城里的轨道作业车检修基地 为中老铁路全线、尤其是末万段运用的轨道作业车 提供及时高效的维修保养服务 轨道作业车CS店包含空压机、驾车机等各类检修设备十余种 可同时开展两辆轨道作业车的年修工作 全年可完成国内外共54辆轨道作业车的检修任务 建立CS检修基地 可以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和服务流程 包括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等环节 能够有效保占车辆的稳定性和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 在平时的检修过程中 我们要严格遵守轨道作业车联修工艺标准 做好发动机性能、易脱落部件、电气线路等重点检查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辆轨道车都能以规范、整顿、清洁、安全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随着中国同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合作越发紧密 中老铁路上的轨道作业车CS店将承担更多的检修任务 国铁昆明局将持续对轨道作业车CS店进行优化升级 打造成中老铁路上小而美的精品检修基地 确保境内外轨道作业车运行状态良好 为中老铁路行车安全做出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